跟当我煮菜 先把调料堆里面的鸡精味精添加鸡 把它丢到垃圾桶 然后你会发现 好吃还不加添加鸡 现在煮一个 树烧司令菜 这个是鸡蛋 加底液的切打起 这个是油豆腐 油炸的那种 要买的那种就是越薄越好的 不得的问题你炸也行 用豆腐皮也行 干的那种木耳 苦瓜 这个就是现在找到的搭配 这个菜 食材水比较水盐 但是做的有一些细节 比较关键 老少鸡一杯味 姜葱又 葱再多姜少 你看这么多葱 两片姜 今天做这个纯熟的做法 如果不是吃素的人 用猪油 鸡油 它会炖香 火烧糖 把蛋还要炒进去 下面炒进去以后 就要盖子面 两面都炒进去 最少盖子煮加蛋 没把它炒 要两面都进去以后 要先分分分 分成大分分 这种下面多余的油 就可以不要了 这种应该打出来煮面 烧糖 那些都是很巴适的 就是用这个油来炸 对 蛋你就必须要油多 它才起来到泡 才香 其实油多也多不到好多 这个菜有点类似于 螺海上水的做法 所以说这个是它的基础 这个是纯素 就加的水 如果你是不吃素 你可以加鸡青汤 高汤 这个香味会被蒸 那么这个菜的关键点 就是火候 这个是个火候菜 火候就在于最后的 大火爆烧 增强 不能收干 所以水要加够 先把蛋香煮出来 烫煮杯 最后它调一调味道 叶胡椒 烫 烫就这样东西 这个是够简单的 苦瓜如果你是用的成都那种 黄苦瓜 那种更苦 你的汤就 稍微还要调多一点 一味调甜一点 一直温和它就不炫味了 以前我一个老辈子 烧苦瓜烧肉 烧骨花肉 就是因为它在吃苦瓜烧骨花肉 让我喜欢吃苦瓜 以前我从来都吃苦瓜 苦瓜 这个口味基本上没得了 纯粹的甜的香味 你看烧两分钟 汤就出来了 反复 起昏了 这个时候就下菜 油耳 苦瓜 汤这种就要清 清苦瓜 清苦瓜 哦 其实我们这个里边的苦瓜的香味 只有苦味和清香味 我们里边的这种 椰子要拍一点 哦 大火哈 然后再加油豆腐 油豆腐 油豆腐也真香 然后这个菜其实就是你不是热 你拿来吃 它都是很健康的 当饭吃都很健康的 鞋上 嗯 然后味道 这个火候菜 这个火候菜 汁的就是这个时候 火候上大火爆烧 什么叫 薯烧呢 烧就是它必须要有一个大火的过程 先准备一点锅钱 这个菜不能收成麻婆豆腐这种东西了 锅钱 慢慢收 好 手带有点挂实菜 就行了 这样子不够呗 对 非常全美的菜 你不爱吃口 你就口瓜表较多加 它就很香了 叶子有点清 慢慢再往上面挂 好 这个状态就差不多了 你烤到锅边 它不是得像水状一样的状态 然后就起锅了 这个是纯熟的 这已经很全香了 熟烧司令菜 香味 牛肉 汤汁 瓦汁 瓦汁 墨汁 芝麻 汁 汤汁 这有一点苦味 就是这个东西的苦味 还有什么什么的 粉酱好吃 这个汤汁 是有很香的 用来倒饭 嗯太好吃了 然后我还做了一个鱼鱼汤 青椒卷 吃飞 再见